众所周知,王聪坐拥豪车美女无数,超能力惊人 前段时间按摩新电脑,好家伙 一台奔驰S400就烧进去了 买劳斯莱斯一买就是7辆 当然你问我,买这么多车开得过来吗? 那我问你,买的游戏还要玩?累不累? 王聪在去年将自己一辆爱车公开售卖 而二手信息显示,这辆车从2016年上台起,开了4年 却只跑了1000公里 爆天天物 要知道这辆车可是被誉为超跑界三大神车之一的保时街918 Spider 当年落地价超过1300万 国内上排数量连20辆都不到 居然把这样的小野兽放在车库里吃灰 想想就心疼 这辆车有多牛呢? 4.6升V18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608马轮 仅需9.8秒就能完成400米加速 所以918的原型车在2013年很轻松 就以6分57秒的成绩刷新了纽博格林北赛道的单圈记录 当时918跑牛北,其实马力不算最大的 它更多的是胜在了自己优秀的平衡性上 关于保时捷,网上的调侃还是挺多的 血统纯正的入门级超跑,价格感动人心 有调侃保时捷的设计师是全世界最清闲的 911加高的是卡因,加长的是Panamera 简化的是Boxster 就连咱刚刚提到的千万豪车918 在小白眼里看起来和911也长得差不太多 这里全当调侃无意冒犯啊 关于这个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保时捷都要设计成一个样呢? 是为了节约设计费和开幕费吗? 保时捷屁股后面的字母有什么含义? 这期视频告诉你的案 首先保时捷的设计师当然不是吃干饭的 每次车型改款都会在空气力学上做出提升改进 简单的改款背后都是强大的科技和历史沉淀 当然也有人说保时捷都设计成一个样 是为了节约开模的钱 这个就有些离大谱了 在冲压车间里即使是一点点尺寸的改变 线条的差异都需要开模重处 再说汽车外壳这类模具本身就是大件 需要制作的模具并不多 车企也不差这点钱 如果说真要省钱的话 反而是咱们看不见的汽车内部 让电机设备动力总成这些部件的共用程度更高 你想想车壳总共才开几个模 但汽车内似的部件 大到中控屏 小到每个按键 门把手 每个部件都需要单独开模 汽车外壳和这些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物件大物 所以车企一般就很聪明 反正自己也不只卖一款车 有的车企手上也不止一个品牌 咱都是一家人 凑合凑合一起用 怎么了 某德系汽车巨头 可以说是把这点发挥的零零尽致 有感悟的车友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不过这些年 车企是越来越聪明的 为啥一定要用触摸大品代替物理按键呢 除了向时代靠拢 也要向金钱靠拢 有了车在大品之后 是不是就能节省一大笔部件开模换贷的费用了呢 后续汽车想要加入什么新功能 直接OTA在线升级就好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 保持街之所以 竟能如此相向 其实是遵循了奔时设计师 Bruno Sacco提出的 横向同性质原则和纵向亲和性原则 前者是指品牌不同车型的视觉效果得一致 卡验和911放一款 一看就是一家人 后者则是说 系列车的改款应该和老款保持一致 十年前的保持街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要让人根本感觉不出来这是一辆老车 这个本是奔驰的想法 却在保持街上发挥的零零精致 当时通用汽车 因为不断的推陈出新 贬值速度很快 而BBA就很聪明 每次出新车型差别都不大 这样的产品策略让汽车能够长期保持 只不过保持街就更近了 每次买保持街都得加一堆选配 所以二手保持街的价格一直相当坚挺 虽然保持街看起来都一个样 但他们的车型型号还是相当复杂的 保持街屁股后面的字母 代表的便是汽车的型号 就拿911举例 Curera代表入门车性价比极高 如果后面带个4 则意味四驱驱动 而屁股后面带S的呢 相当于官方加强版 就和牙膏厂CPU代K的体质更好一个道理 除此之外 还有GTS版本 是S版的加强版 不得不说保持街这一刀法 怕不是和老黄学的 而Turbo本应是涡轮增压 在保持街里意味着快 最具便携性的特征便是那个小尾翼 2077里强劲一手便是开的这辆911 Turbo 叫嚣着要把叶之城烧成灰的 以上版本根据车顶不同 还分为硬顶敞篷和Turga车型 硬顶敞篷不用说 大家都很出现 Turga车型在国内不太常见 但辨别度很高 最早也是保持街他们为了应付新的安全标准搞出来的 美国交通部当时觉得敞篷车开的太危险了 如果发生撤翻 那基本就是全村吃齐了 于是保持街便在敞篷车上加装了防滚架 结果意外还挺好看 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 在大决上也是相当细劲的 除此之外 保持街还有GT系列 也就是赛道系列 自带空气气学套件和超大唯一 将性能发挥到极致 话说最近911GT2RS 又双若镯刷新牛北3000级入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了 老常客了 关于保持街各大车型间的关系呢 说一句很主观的话 就是911卡宴这些车型负责走量 给保持街养价护扣 而GT则追求极致的速度 纯粹的机械力量 负责在牛北怒刷存在感 而保持街这样的品牌策略 在我看来和他本身的发家史 无不有着密切关系 时间回到1969年 此时的保持街早已做到911的量产 在全球有着一批忠实的用户 但和其他大型车型相比 依旧不够看 甚至连中等规模都算不上 名不见经传的保持街 迫切需要一场赛事 打响自己的品牌 而这件重任意外落到了一个 年轻气盛 经验尚且不足的年轻人手里 也就是当时保持街赛车部的负责人 在这里我们先不透露他的姓名 那时候跑赛事的车队就已经很卷了 各大车队的原型车 为了追求速度连命都不要了 国际赛车委员会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规定你们参赛行 但原型车的引擎排量 以后都不得超过3.0升 大家都忧着点 别搞这么刺激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恶趣味啊 委员会立下严格规矩的同时 又开了条口子 如果厂家能够量产25辆公路车的话 那么参赛车的引擎排量 就可以提高到5升 委员会知道 当时的车企压根负担不起25辆车的成本 除非这家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疯了 不然压根没信 哎不好意思 保时捷赛车部的负责人听说这个规矩 心里想还有这也好事 马上拉上汽车工程师热火淘天的干了起来 不得不感慨 有时候天才真是疯子 他为了把这25辆车造出来 直接把公司会计文员秘书全部赶出办公室 扔到生产线造车去了 投入了上千万美元 还真就在1969乐盲大赛前 把25辆车全搞股出来了 负责资格审查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虽然我看不太懂 但我大受震撼 这个疯子的傲气和他财气一样大 这个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费迪南德皮耶锡 而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 会随机抽取一个幸运的保持家族成员 带上一顶绿帽子 而就是这顶绿帽子 间接推动奥迪卫列德系三巨头宝座 并作为因果论武器 在几十年后引发一场震惊全球资本的收购案 也就是大众保持捷收购案 想听这个的可以关注我 收藏破1000这个月火速更新 只不过这辆车毕竟是零阵魔枪赶制出来的 发挥不是很稳定 保持捷在1969年的战绩并不出色 但在第二年 皮耶锡将这个车重新盖款后 这台车彻底遮掩了起来 在当年一口气迎下了赛季十仓比赛中的九场 这款车型便是保持捷917 曾被授予人类最强赛车的称号 也正是这辆车 奠定了保持捷在赛车界魁首的地位 从此保持捷的发展策略 便是凭借赛时车不断打响自己的名号 再从量胆车身上赚起惊人的利润 走上称霸世界的道路 好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 可以去看这期视频 关注三居兄弟了解更多汽车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